所以说绝对的说了算 更重要的事情 要从经济行政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全部控制 他有两个最大的挑战 那就是王岐山和孟建柱 就是王岐山的金融系 他想全面说了算 你可以任命官员 但是官员的素质和能力 这些不是说你想任命谁 你就做得到的 那不是的 政法委这块孟建柱已经经营这么多年 那绝对不是说 你现在你把官员任命了 你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政法系了 那不是那么回事 他有很多技术官员嘛 特别是有一些 这个过去历史的和现在 必然要联系的东西 例如特别的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 像国际石油啊 国际贸易啊 国际金融啊 他很难就用了他自己的帮派 他那些帮派带来的几个人啊 他是有限的 而且现在对所有的官员 要绝对忠诚 任何达不到绝对忠诚的 就是绝对不忠诚 那你说这个事情 天天考这个事情太难了 像夫妻过日子似的 天天问 过了一辈子 老觉得对方还有事没告诉你 然后呢 还在考验中 那很痛苦的 是吧